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探寻兔子洞 那么今天开始讲地球执政观 对于历史的控制呢,也是整个控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昨天我们提到了一本书,书名是1984 讲的是1884年费边社成立,当时是成立100周年 因为费边社成立的是1884年成立的 那么到1984年是正好成立了100周年 那么奥威尔对这个秘密社团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写到 谁控制着过去就控制着未来 谁控制着现在也就控制着过去 意思是说,如果你给人们一个假造的版本 也就是说完全虚假的错误的版本的话 比如说,关于人们如何到了现在 以及现在正在发生什么的话 如果你给大家的是一个假造的版本的话 那么你就是在给人们一个严重的扭曲的认识 因此历史是他们扭曲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 以扭曲的历史来为我们制造了一个 关于现在正在发生什么的整个扭曲的版本 过去是扭曲的 现在也是扭曲的版本 那么好,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走进真正的历史 根据戴外埃克的研究 这些内容具有完美的逻辑和理性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句话 谁控制着过去就控制着未来 谁控制着现在也就控制着过去 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我们体验着的这个事项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世界 或者是称之为地球的这个地方 他遭到了黑客入侵 他被人类的视线以外的外星实体入侵了 也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所生存的世界和地球 被人们所看不到的外星实体入侵了 之前的分享已经谈到过 可见光的范围是人类能够感知到的 唯一的一个频率范围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眼睛能看到的 能够感知到的是在一个频率A到频率B 之间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任何存在于可见光以外的是 我们看不见 但是如果你和那个频率足够接近的话 能够与那个频率十项互动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他们 这就是当我们在一定的冥想过程当中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 这个频率十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频率十项 所对应的十项 我们能够看到那个频率 所对应的一切 那么地球在入侵前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 被入侵前的那个世界的样子 在世界各地的古代记录都有提到过 那么这个实际上被入侵之前呢 在很多方面和电影阿凡达中象征的一样 那个时候人类的意识比现在要宽广很多 人们也能够理解与万物之间的联系 懂得电磁水平的能量 能够和植物交流 能够与动物交流 能够与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交流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在我们目前感知的全息水平当中是无生命的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 人们能够感知到一体性 能够感知到连结 并且知道我们只是伟大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已 那个时候啊 它是一个心灵的社会 如果人们通过心轮与彼此互动 而不是今天我们社会中的这个棋轮互动 棋轮呢 大家知道的 肚脐的棋 现在的就是人们之间的互动是通过棋轮 就是情绪之间啊 你关系跟我不错 我会给你靠近一些 这个你关系 你这人我看的不顺眼 我就要整你啊 或者是怎样 我们社会中的互动是通过棋轮来互动的 而在过去那个世界 人们是通过心轮区域来互相连接互动的 心轮呢 是我们通过幻象连接到伟大整体的一个通道 心轮是我们通过幻象去连接整个伟大整体的一个通道 所以当我们的心轮打开 我们的心轮越来越开的时候 你就拥有越来越多的爱 你就会拥有更多的慈悲 你就会越来越体谅他人 所以当你是由心灵连接的 来自一个心灵感知的社会的时候 他就会创造出一个与现在社会完全不同的样子 但是后来发生了 大维埃克称之的大分裂 也就是说这个实相的信息波形架构啊 发生了巨大的扭曲 当这种扭曲发生的时候呢 维持行星在轨道上稳定运行的电磁场也被扭曲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系和扭曲发生前的太阳系相比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 大维埃克又提到了一本书叫做土星神话 这本书是由一位研究学者 名字叫做戴维托尔伯特所写的 这是戴维埃克发现的最杰出的一本 关于古老符号研究的著作 绝对是一流的研究 不知道这个大陆有没有啊 如果英文好的朋友可以去买来看看 书名是土星神话 作者是戴维托尔伯特 那么作者用了很多很多年 对古老的记录和描述以及符号 进行了大量的详细具体的研究 他发现啊 所有这些内容都和一个事实有关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土星 以前不在现在这个位置 土星环以前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发现了这个秘密 他发现了土星以前不在现在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位置 而且土星我们知道土星它有一个环 土星环呢 以前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他对很多很多年以前的古老记录 古老的描述和古老的符号 进行了大量的详细具体的研究 他说在很久以前 土星距离地球非常非常的近 以至于它其实并不是称作行星土星 而是一颗新星 木星也是这样 那么在扭曲发生之前 土星是这个太阳系 最主要的光源 在大灾难也就是扭曲发生之前 土星绝对是地球社会聚焦的中心 另一位研究人员 名字叫做伊曼妮尔 威勒科夫斯基 在五六十年代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出版了系列的著作 那么他的研究和观点认为 曾经在我们这个太阳系发生过一次大灾难 太阳系中的行星位置发生了改变 当然作者受到了嘲笑 并被解雇了 但伊曼妮尔·威勒科夫斯基 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先驱学者 当你努力揭露一些别人不愿意让他被揭露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面对什么 作者伊曼妮尔·威勒科夫斯基 提出了非常了不起的开拓性的研究主题 那么这些主题被一些人接过来继续研究 其中重要的两个人就是 戴维·托尔伯特和华莱士·唐希尔 华莱士·唐希尔在电性宇宙方面有着很强的研究 他把自己的物理学和电子学研究背景 与戴维·托尔伯特的古代符号和记录背景 结合在了一起 大家看啊 从连续几天的分享 我们看到 大卫·埃克为了研究这个世界的实相 他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他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学者和先驱 在这次的大灾难当中 土星改变了 木星受到影响 地球也产生了变化和影响 这是所有古代文化中广泛记录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 那么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中也有这次大灾难的记录 全世界都有这次地质大灾难事件的记录 它彻底终结了之前已经存在的那个世界 也就是电影《阿凡达》中蓝皮肤纳美人的那种社会状态 像自然灾害 比如日本发生的海啸和大地震 日本海啸产生的巨大的破坏性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世界上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受害的人们前来援助 但是当发生了星球级的大灾难的时候 正如所有古老记录中的那样 没有人前来援助 因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遭遇到了同样的处境 假如这个大灾难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 那么首先我们所谓的文明会马上消失 电力会彻底摧毁 石油与之相关的一切也都会很快的不复存在 与电力相关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那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世界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原始社会 很快以前那个高级社会拥有的知识 被摧毁被失传 那么只有神话故事中还留有蛛丝马迹 所以当然也就有了大量的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 那么他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近海域 在那次大灾难中 沉没海底了 所以那里的海底世界 当然就有巨大的建筑和城市遗迹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建在水面上的 之前提到过 宇宙的基础架构是波形信息 所以在波形信息层面上 由此创造出了大灾难事件中的所有事件的任何扭曲 都会映照在这个全息事项中显化为一个巨大的扭曲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巨大的地质灾难和气候变化 以至于太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来自宇宙的负面种族正是幕后操纵者 因为发生了巨大的地质灾难和气候变化 以至于太阳系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啊 都注意到 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那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行星带呢 研究者们认为 在大灾难发生之前 这个小行星带并不存在 他们说的很可能是对的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也正是那些疯狂势力进入太阳系的时候 戴维埃克一直在说这个黑暗势力 他说很多很多古代文本中都提到 他们是这些大灾难的幕后制造者 不仅如此 因为头脑也是在这个波形水平上运作着 所以在波形水平上的任何扭曲呢 也会扭曲到人类的认知 扭曲了人类的头脑 我们人类呢 从一个与本源连结 开放觉知扩展的意识社会 进入到了那个最终被牢牢控制的社会 直到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 当这次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新的交流方式也受到了损害 不仅因为这次扭曲 而且还因为这些负面体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的社会从一个以心轮为感知中心的社会 下降为一个用腹部的麒轮来感知的社会 说到腹部的麒轮啊 指的是这个情绪 因为麒轮掌管我们的情绪 今天我们与社会 与人与世之间的互动方式呢 几乎完全是通过情绪来进行的 以前心是主宰者 现在越来越多的情绪成为我们的主宰 我们是在情绪化的反应 而不是在思考 不是在感受 而这一点呢 正有利于操控的势力 所以当我们限于麒轮掌管的 情绪反应的社会中 越严重 我们也就会越严重的远离真相 心的一致性 是心脏电磁场与大脑及人体 其他的系统协调共振 用美国心脑数理研究中心的结果来解释 说的就是 它创造出了与高层意识的连结 换句话来说 情绪反应使我们失去了与高层意识的连结 那么心脏数理研究中心认为 当你进入心轮 心脏电磁场 你就脱离了 时间与空间束缚的幻象 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自我认识 所以说 这次 外星人 也就是说 外星负面势力的这次黑客入侵 逐渐关闭了我们与高层意识的连结 使我们普遍成为一个五官水平的社会 这样就把我们封锁在了这个 极其狭窄的一个频段之内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可见光的世界 那么我们从宽广的觉知 变成了一个仅仅是一小部分的我是谁 而不是完整的我是谁 逐步切断了身体头脑水平 与更高意识水平之间的连结 当这些东西 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就陷入了真正的麻烦和困境中 我们开始将五官世界作为一个唯一的实相 而意识不到 我们称之为世界的这个狭窄的频率段之外的 无限意识才是整体与无限 入侵我们实相的这些实体呢 在每一个古代社会都以不同的名字 记载或者是提到过 有趣的是在中美洲萨满 把他们叫做飞行者 而基督教称之为魔鬼 2000年前的诺斯 诺斯替派呢 称之为执政官 伊斯兰教称作妖灵 所有这些描述或者是名称 实际上指的都是一回事 他们是不同名称 却是同一个事物 诺斯替派呢 把执政官描述为来自于明亮的火 伊斯兰教和前伊斯兰的阿拉伯记录中的妖灵 由焰火诞生 当你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看 他们说的完全是同一个力量 同一个现象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呢 有趣的是 诺斯替派这个英文单词 来源的意思呢 是知识 诺斯替派思想家们 在任何时候只要表现出理解 并传播他们的知识与信仰的征兆呢 就会遭到暗杀 一直以来呢 都是这样 像卡特里派 又名进化派 1244年在法国南部的蒙塞居尔被灭除 那些人是诺斯替派 也就是灵芝的思想家 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了大约50万卷的古老知识 后来被罗马教会用大火烧毁 而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些管理人员 就是诺斯替的思想家 由于知识传承者遭到了杀害 书籍被毁 就类似焚书坑儒 所以这个诺斯替派的教义和文本都失传了 1945年呢 在埃及的拿马各地发现了一个罐子 里面有诺斯替主义的经书 被称为拿格马蒂文集 从这些经书中 人们开始理解诺斯替主义宣讲的内容 他们的知识是神秘的 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讲到了其他层次的实相 他们中的很多人呢 他都拥有特殊的知识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萨满那样 像诺斯替经文中提到了执政官王和执政官 他们把执政官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耶和华 亚维神联系在了一起 也把执政官与人们所说的撒旦和魔鬼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说执政官创造了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 但地球太阳和月球这三者除外 有趣的是这三个星体在几何学方面有极大的关系 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于其他行星之间 而且执政官最初的意思就是指君王 统治者或者是掌权者 诺斯提派说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太阳系形成时 执政官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事实上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太阳系 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三个星体之外 也就是太阳月亮和地球 他们说执政官是虚假的神 创造了我们感知到的这个物理事项 并提到了这些存有是无际的非生物体 像机器人一样 这些经文写于1600年以前 或者是更早的时期 但他们当时就知道这个地球和太阳系中 其他星体之间的关系 并知道地球是活的生命有机体 而太阳系中其他部分基本上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人造的 那么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呢 因为他们能连接到外面的世界 他们的知识非常的丰富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遭到那些 不想让这些知识流传于世的人的攻击和迫害 执政官的不像人类一样拥有创造力 因为他们的世界是丑陋的 毫无生计的是单一的 这些文本说到他们没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2000年前的文本中明确写道 他们嫉妒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 也就是创造的能力 他们把执政官描述成像机器人一样的种族 他们能够模仿但不会创造 原本用的词意思是反式模仿 简单的说就是假如你给他们一张白纸 他们不知道该用来做什么 但如果你给他们的是一张白纸上已经创造出的作品 他们会揉碎它毁掉它 但他们不会模仿出另一个 也就是不会创造 有趣的是文中也使用了幻象幻影这个词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 执政官能够创造出虚假的实相 或者是扭曲的实相 去让人们感觉到那是真的 但其实不是 他们寄生在头脑中 我们称之为头脑寄生 以负面的方式影响着头脑 特别是以负面的情绪的方式影响头脑 有一个词可以准确的描述执政官 也就是欺骗 他们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颠倒了一切的事物 也就是反噬模仿 他们把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颠倒过来 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所以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执政官崇拜势力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撒旦主义 使用了一个颠倒的符号 作为象征性的标志 原因就是这样 这个颠倒的符号就是 道十字和道的五角星 因为他们是反式模仿 所以他们用这个颠倒的符号 作为象征性的标志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世界 一切都在倒退 一切都是颠倒的 医生摧毁健康 律师毁灭公正 大学毁掉知识 政府破坏自由 主流媒体消灭了信息 而宗教毁灭了灵性 一切都在颠倒 英国作家诺埃尔考罗德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正确 令人沮丧的是 有那么多人对诚实感到吃惊 而对欺骗感到吃惊的人 却那么的少 确实如此 当一个人非常诚实 真诚的对待你的时候 你真的会感到很惊讶 哟 他怎么那么实诚啊 对吧 我们社会中的欺骗 已经到了如此的程度 用一个词来描述 执政官对社会的影响后果 就是欺骗 这些操纵着世界政界 银行商界 掌控媒体等各个领域的控制势力 正是执政官势力 下面这一条绝对是极其重要的 诺斯蒂拜提到了 HAL与执政官操纵者有关系 HAL与我们的话翻译过来 意思就是 模拟出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 也就是说 在解码者看来是真实的 但其实只是一个伪实相 戴维埃克一直在说 这些异次元的势力 诺斯蒂经文当中说到 爬虫人和执政官势力有关 在1600年以前 他们就已经描述过灰人了 灰色的灰 他们说 灰人就是执政官的表达 经文中说 这些灰人就像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小孩 或者是胎儿 灰色的皮肤 不会转动的黑眼睛 在几千年前就有这样的记录了 我们却以为 灰人是近代才有的现象 对人类的操控 自存有时间记忆 就已经开始了 这些爬虫人的实体 是操控人类社会的真正幕后力量 有人否认 爬虫人灰人的存在 但他们确实存在 一位西班牙画家 名叫Bobo Elymos 2009年去了巴西 有一天他到户外画画 带着画具在里约热内卢户外画风景 豁然的有飞船出现在他 面前他能看到飞船 窗户那里有两个生命体 因为面前正好有画具 他就把这一切画了下来 他看到的那两个 正是爬虫人的样子 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不仅仅是他画出了这些存有 世界各地有过类似接触经历的人 也都如此的描述 或者是把他们画了下来 像这个美国的每日邮报里 有一篇非常直接准确的消息 标题就是 欢迎我们的新西异霸王 研究表明外星世界可能充满了超智能的恐龙 因为这是科学家说的 那么他肯定是真的 很有意思 连这个每日邮报上都刊登了类似的信息 有趣的是 诺斯蒂派中的经文 有很多圣经内容的蓝图 但是在圣经中被扭曲或者是删除掉了 在诺斯蒂经文 经文中被保留了下来 其中有一条写道 执政官 执政官说 让我们根据神的形象和我们的样貌来创造人 他的形象会成为我们的光 很显然 这与圣经中的造人故事一样 但圣经故事被扭曲了 像这个美国的历史频道呢 也连续播出了远古外星人系列 其中有一集讲到 所有的古代记录 有关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杂交 创造出的混杂血统的内容 当我们谈到杂交的时候 并不是说爬虫人和人类发生性行为 而指的是某种基因操控 因为这是必要的途径 因为如果你能改变基础宇宙的波形架构水平的 信息蓝图 那么它在全息实相水平 就显化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因实体 只因为信息蓝图发生了改变 所以一切改变都有可能发生 世界各地的古代记录当中 都有关于非人类与人类杂交 创造了混血血统的混杂血统的故事 圣经的创世纪中说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 那就是上古英勇 英武有名的人 古人知道胎儿发育到出生的各个阶段 因为在古代时候 人们有高层次的觉知 在大灾难发生前的人类都是这样 当大灾难结束了当时的那个人类社会 人们失去了高层次的觉知 返回到了原始社会重新开始发展 这些都与人们所说的人的堕落有关 也就是跌落到了更低的意识状态 这些都与爬虫人或蛇有关 而且在古代也记录了对人类形态的基因操控 有人把这部分内容解读成为这些实体创造了人类 错的不是这样 他们所做的只是改造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人类 这与诺斯底经文中对执政官势力的记录是一致的 他们修改了已经存在的 他们操控了人类的基因 所以我们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实相进行互动 我们感知实相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压制 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更高意识连结 我们对实相的感知被关闭在了这个泡泡里 从此我们被保持在奴役状态 如果你在波形水平是和谐的 那么在意识头脑的全息世界里也将显现和谐 如果你在波形水平里有严重的扭曲 那么在意识头脑的全息世界里也会显现出大量的扭曲 现在世界上战争不断 在这个资源丰足的世界呢 却有人因此而饿死 以个人为中心的冲突体现在了所有的层面 那么这些都是源自于信息 波形信息架构的扭曲 都是因为这一扭曲的不同表达 使得这些存在于人类感知 人类感知频率之外的负面爬虫人实体 操控了这个实相 也就是我们体验着的这个世界 他们就是这些背后的势力 控制实体 通过杂交血统实施了控制 其实背后是同一个力量 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 这些负面实体被所有的主要宗教所崇拜 所有的主要宗教 也就是秘密社团的顶级核心圈子都知道 秘密社团崇拜的就是这些爬虫人负面实体 而撒旦主义在与外界隔绝的秘密活动中公开崇拜了这些负面实体 并用活人向这些爬虫人实体寄线 这就是古代所有寄线活动的根本实相 这就是地球执政观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